天气越来越凉了,该安排一些热乎乎的东西 首先准备一小节山药,削去外皮,把它给拍碎 吃山药真的非常不容易,每次削皮哪怕戴上手套都会过敏 再准备一块猪肉,把它给剁成碎末 肉呢,每个最好用瘦一点的,这样吃起来不油腻 也可以把肉和山药用搅耳机一起搅碎,这样会更细腻 加一些葱姜水,盐,生抽,再加一勺红薯淀粉,这样更滑嫩 同一个方向搅拌上进 小碗中放入两勺肉末,把它给摊开,摊薄一些 中间再打一颗鸡蛋 不想刷碗的呢,我们可以用一个大盘子一起蒸 冷水上锅,水开蒸上五分钟左右 蒸到鸡蛋凝固,我们再加入开水,撒入几粒枸杞 这样汤会比较清澈 盖上盖子,再继续蒸十分钟 出锅之后再撒几粒盐,几颗葱花就可以了 每天早上来一碗,既简单营养又好吃好喝 汤非常的清,也特别鲜美 肉末里面加入山药,超级滑嫩 鸡蛋加水蒸之后也非常的嫩 都看到这儿了,就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,感谢您的观看